在三亿多年前 整个这些我们说 这个北美南美 它是一个盘古路块 那透过板块的一个运动 它慢慢分开 曾经地球是一块单一的大陆 自然地球科学期刊 最新研究报告警示 在2.51年后 地球上各大洲又将合额为一 形成超级大陆 也就是终极盘古大陆 但可怕的是 伴随着燥热的气候 人类和哺乳类动物 都将无法生存 我们可能非常难以想象 大概是两亿到三亿年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的 原来这几大洲的这个板块 慢慢可能又会在循环 回归原来的盘古路块 我想这个是透过一个 地球科学的一些板块的 一些动力的模式模拟 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项研究来自于英国 布里斯托大学的研究人员 透过超级电脑 气候模型进行模拟 而新出现的超级大陆 将带来大陆性效应 像是火山爆发频率增加 以至于更多的二氧化碳 被释放到大气当中 同时加剧地球暖化 此外太阳也将变得更亮 气温介于摄氏40到50度之间 将成为常态 只有8%到16%的新大陆地区 适合哺乳动物居住 基本上是不适合住人 也不适合任何的哺乳类动物存在 而且海水都酸化了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情况 是基本上地球是到一个 灭绝的一种程度 就是说一般佛教 沉住坏空 那个坏空 那2.51年就是一个空 地球是一个空 那我们是走到一个崩坏的结果 当地球热度变高 水源和食物就会开始稀缺 最后在高湿度下 人类和许多物种 会因为无法通过汗水散热 来冷却身体而死亡 发生大规模的灭绝 但2.51年对于我们而言 如同天文数字般遥远 不过现在地球暖化的速度 却是我们在近年来 会面临的危机 根据2021年IPCC的报告指出 当暖化如果控制在1.5度之内的话 那么全球最有7%的生态系统 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而如果暖化达到2度的话 这个比例将会增加一倍 而如果达到4度的话 全球将会有半数的物种 受到危害 1.5度之后 其实日子还是可以过 但是灾难会变得很多 2度3度 其实是一个无法想象的 超过我们的临界点的 一种温度数值 所以我们不是马上走到一个 无法生存 人类会灭绝的地步 我们今年大概三分之一的天数 到现在为止 都是超过 每天都是超过1.5度的升温 那未来到2100年 恐怕是升温3到4度 升高摄氏1到2度的差异 看似不多 但对整体生态而言 却是相当严峻的考验 因为在气温比工业化前 高出摄氏2度时 7%到10的农地将无法再耕种 最坏的情境之下 在2100年 全球真温会超过3.5度 到5度之间 那么全球的海平面上升 可能会超过60公分到1公尺 这样子最坏的情境之下 我们可以想象 比如说台北这个龙山寺 它本身这个庙庭 大概香炉的这个位置 门口香炉这个位置 可能都会在这个海平面下 全球现在升温 已经来到1.2度C 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升温状况 它离科学家所说的 1.5度C的灵界值非常的接近 随着我们会看到 更多极端的气候 像是高温 强降雨 还有海平面上升 都已经在冲击着台湾了 根据1940年以后的历史资料 2000年后温度持续上升 2023年8月更是直接攀升 提高了0.71度 6到8月三个月以来 平均温度都创下了历史最热 不论2.5亿年后的地球 是什么形态 如今2050年净零碳排目标的执行力道 才是攸关近年来地球生物的存亡 TVBS新闻 刘宇峻下单词台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